以下是天下簡報 拜登的政府終於對學生貸款採取行動 由於面臨著國方越來越大的壓力 政府需要採取行動 向選民證明可以在2022年中期之前 採取切實行動來改善大家的生活 美國教育部星期二宣布 將會對解決聯邦學生貸款計劃管理中的 歷史性失敗的借款做法進行審查 並表示將會立即免除4萬名美國人的學生貸款 預計該審查也將會導致該部門 向超過360萬其他借款人提供最少3年的貸款 在星期二 謀殺81歲慈善家傑斐林埃文特的兇手 被判處在加州監獄服刑190年 30歲的假釋犯艾瑞爾梅諾 在去年12月闖入格萊美獎得主克拉倫斯埃文特 位於比華尼山莊的家裡打劫 並且開槍打死了女主人傑斐林 她在上個月在洛杉磯高級法院 對於一級謀殺罪的謀殺 以及其他指控表示認罪 由星期日下午開始 發生在亞利桑牙州旅遊小鎮 弗拉格斯塔菲斯達的山火 因為受到強風的影響 野火由星期二早早過100英畝 直到晚上超過9平方英里之後 科科尼諾願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下令766戶家庭以及1,000隻動物撤離 大約200名消防員正在與大火搏鬥 隨著國家高層管理團隊介入 預計將會有更多消防人員協助滅火工作 氣象局表示 預計今個星期餘下的時間裡 大風將會是一個挑戰 同時天氣溫度高過平均水平 而且濕度較低 在大火消退之前 當局無法確定 是否有人在山火中受傷 山火的起火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隨著洛杉基市準備恢復 對用作住宅的房車的停車執法 洛杉基原官員星期二表示 他們希望確保措施 不會導致這類汽車 超出道東洛杉基或者其他非建制地區 為了應對新官大流行的非常時期 洛杉基市在2020年3月 暫停了對車輛住宅的執法以及拖車 該市在2020年10月恢復一般執法 但官員們認為被用作住宅的車輛除外 洛杉基市議會這個月初投票決定 在5月15日恢復對這類汽車的停車執法 對被認為是危險的房車 立即開始執法 據長灘警察警局星期三表示 一名二十多歲的男子 在長灘海灘東洋大道4300號街區的 一個停車場被槍殺 槍擊事件發生在星期二晚上10時35分左右 這名受到致命槍傷的男子 被發現在一輛銀式橋車附近 車窗被擊中 據洛杉基院嚴師官辦公室指 這名受害者的性命被隱瞞 等待他的親屬通知 未有逮捕任何人的報告 亦都未有公佈嫌疑人的訊息 好嗎? 谢谢大家